我们在一起一年多了 双方家里呢 也觉得我们年纪都不小了 希望我们可以早点结婚 把事情定下来 可是在我心里 我觉得她距离我的理想力一半 还有很大的差距 她在过程上没有一点主动性 生活上面也是非常的蓝蓝散散 我觉得她身上有太多 需要改的地方了 她要是一直不改的话 我真的觉得很难跟她游以后 游未来 有请这对情侣有请 男嘉宾小夏33岁 来自湖北自媒体 女嘉宾小许34岁 来自湖北自媒体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是想娶这姑娘吧 是的 谈了多久啊 一年多了 打算什么时候娶回去啊 今年年纪 或者明年五一的时候 所以今天是 想把这个事敲下来 是吧 想嫁吗 不太想 现在 为什么呀 就我们俩谈了一年多了吧 她现在特别着急 天天在家吹婚 我现在就觉得 她现在工作也不是很稳定 也没有稳定的收入 生活也不能自立 所以我觉得她 现在完全就不是 我现在想要的那个 对象的那个样子 我就坏了 那你是打算给她时间 继续让她改变呢 还是准备分开 不知道 麻烦了 其实之前有稳定工作 然后就是为了去她的城市 我就把之前的工作辞了 她在哪 她在武汉 你呢 我是在黄石 之前一地一职 两个人有争吵矛盾的 所以去了 她就跟我一起 干我那一行 你知道吗 就是她之前是有一份工作 然后她过来找我 相当于是换了一个工作 结果她倒好 一过来 就过上了躺平的生活 啥也不干 然后生活也没有规划 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 自媒体 就是短视频的博主 做什么内容啊 文旅 达人 然后现在做 纵少测评类的都做 她总是说我不上进 我觉得我上班就是上班 然后下来班 就是自己休闲娱乐的时间 她就看不惯 我在家里面闲着 你说人家换一个工作 那肯定要好好开始学 她过来在一年多了 她也不好好学 剪辑的手法 她也不愿意琢磨 回到家里面 她就看动画片 拍完之后素材她也不看 然后就直接拿给我 有的时候发现 声音没有录上 那我带她出去干嘛呀 我一开始也跟你说 她就一点那种工作的 我一开始也跟你说过 上心的程度都没有 她会也不适应这个工作节奏 那你有用心学吗 这么长时间 比你若行晚的 都比你做得好呢 我有在学 有在念 只是你看不到 你总是看到我 闲下来的时候的样子 然后她就特别不乐意 做这个事情 每天晚上我就会告诉她 第二天要做什么事情 她都不做 我觉得后面 实在没有办法了 我就把我每天的行程 做成那种行程表 让她每天 如果完成了一项 就打个勾 今天我来到这里 也给我们导演组 准备了我们自己的计划 然后她也是不完成的 看看 你看这个前面 是我做的事情 我几乎我每天 我安排的事情 我都可以完成 然后她后面呢 她就完成了一两项 其他的 她就说 我都没干 行 你这规划得多好啊 这就发现这钱不是白挣的啊 你做不了啊 做不来 做不来怎么还理直气壮呢 确实没适应过这种生活状态 适应啊 我跟她说过好多事 我说我慢慢学 慢慢做 叫她不要着急 她每次就是 只要我一旦事情没完成 或者没做好 就是对我使得苛刻 其实她来到我身边 我是觉得 因为我的工作 我是没有团队的嘛 我是一个人 然后呢 我不是只有一个账号 我是有很多个账号 她说她想做我这一行 前面她说她不会做 我就带着她去做 从选品 内容策划 然后剪辑 文案 什么都是我在弄 里面也有我拍摄的 你觉得你那东西 能拿得出手吗 为什么你总是 看不到我所做的呢 我取了一段吧 就是自己拍摄剪辑的 看一看一看 一座城市异常邂逅 自由的微风吹拂着每个角落 从东市到古建筑 人生的种种体验 都是那么奇妙 这里比起我们生活的 现代城市 更加挥宏大气 每一段路程 都值得被记录 我觉得我不看好 一看我就更生气了 男生 我问一句 你学了多久做这个 差不多小半年吧 你学了小半年 就做成这样 你不是刻意去学 就是每天跟他一曲一拍 然后看他怎么剪 不是 你看不看 平时你看不看这一类视频的 不看呀 偶尔看一遍 你肯定不看嘛 他没看 他每天回家就是看动画片 然后打游戏 行吧 别干这个了 干其他的 这赛道咱们不干 有 那当时我就跟他说 你对我这行到底感没有兴趣 如果说你不能做的话 那你不要让我分心 对吧 然后我也不知道 他有赌气还怎么样 他跟我说 其实我不喜欢这一行 我又有辆车嘛 就放在家里面闲置 然后我就说 那要不你就把我车拿出去 开网约车 你跑一天 一天就有收入这个样子 他说好啊 那我出去跑 然后跑了两三天也没跑 结果呢 我跑网约车 后来你又说什么呢 你是怎么跑的 他说我做服夜出 然后跑网约车 对自己身体不好 有时候我在外面开车 他就不听我打电话视频 哪个正常人 睡到晚上十点钟起来 然后再出去工作 不到天亮不回家 你说你到前面也在闹 身体也不好了 怎么办 我觉得我这样的本意 是为你好 我是爱你的 我才这样跟你说 为什么总要打着 为我好的名义 去约束我的行为呢 在我看来 我觉得你就是对你的生活 没有规划 你不会好好爱自己 你这么大个人了 没有计划 我自己活了三十年 我对自己生活 没有规划吗 那你说你怎么规划 你从小到大 干了这么多行业 是你自己找的吗 都是家人朋友 介绍给你的 你说你到这来 你也不去思考你以后想做什么东西 那我给你什么划策 让你做短期评你也不做 让你出去开车你也不好好开 你为什么总是那么急呢 我有在做 我不急 我怎么能不急呢 你这一年过来 你赚多少钱 你跟大家说 你好意思说吗 不说了 不说了 说这干嘛 工作这生活的一部分 说一下吧 说一下吧 不说不说 他一年也就赚三万块钱 他连他自己都养不活 不说了 这个能力有大小 挣钱有多少 其实我可以接受他工作上面 没有多大的能力 对 但是你起码要把生活过好吧 他生活上面也是一塌糊涂 生活怎么一塌糊涂了 他洗个碗 碗的那个电盘锅上面还有米 然后我第二天去打开的时候 都变成硬硬的 像锅巴一样 然后那个炒菜的锅里面还有油 每一次的那个洗菜的那个瓷子上面 都还有菜渣在上面 就是前面一两次这样 为什么每次要反复拿出来说呢 那你为什么每次都不做好呢 其实很小的一件事 一句话就带过了 你说你碗没洗干净 我去洗 为什么要不停 不停倒倒倒 不停倒倒倒 但是你每次都是 你能做好的小事 你都不去做 哪个人可以保证 一生生活中不犯一点小差错呢 如果我像你的态度 一样去指责你 你会好受吗 我觉得你跟我在一起 你就是没有用心地去生活 也没有用心地去经营 我跟你在一起这么久 从来没有像其他的 就是别人家的男朋友一样 说今天天气很好 我带你出去玩一下 我难道没有问你想去哪儿玩吗 你是问了我呀 但你带我去了吗 我跟他在一起一年多了 都没有好好地过过节 过节之前我们都会大吵一架 他问我 干嘛 我说我想出去玩 只要是跟你在一起 去哪儿都可以 他听完我这句话之后 他马上跟他同学打电话 要不我们一起约着出去玩呗 你带了你的女朋友 我带了我的女朋友 我们一起出去 然后我当时听完之后 我当时就生气了 我挑的就走了 我说这节我不过人 你跟你同学去过 我跟他们在一起 我插不上话 就不好意思插话 就是一个妈训儿子的时候 你说你个外人 你怎么好 对吧 就反正看不上呗 其实也没有看不上吧 我对他身上 还是希望挺大的 是他在这么长的 相处时间以来 一次一次地让我失望了 所以你喜欢的不是他嘛 你喜欢的是他外表下 你想象的那个 他心里也没有我 包括他跟我在一起 之后半年了 他手机里面还留着 他前女友的联系方式 然后当时发我们俩的照片嘛 他还屏蔽了他的前女友 这件事情在我心里面 虽然一年多过去了 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 我还是挺介意的 当时这个事 我有向你解释过 以向你道歉的 我说我这个行为确实是不对 但是你第一时间问我 这个女生是谁 我也给你大方承认的 我说已经是过去式了 如果你不喜欢这个人 我当你面拉黑删除 主任你知道他当时 怎么跟我说的嘛 他说他的前女友 就像是他以前买的一个 很喜欢的一个家具 摆在了他的家里 后来逛街 又看到了另外一个 很好看的家具 我就是那个新的家具 然后他也把我买回来家 只是说没有时间 把那个旧的家具给拿走 为什么话到你嘴里走 就变位了吗 我说我有一个房子 我买了一个家具 放在家里面 然后长期不用 我也没扔掉 没省力掉 那你为什么不扔掉 我跟他是合并分手 也没必要落得很僵 就是留着一个 那你为什么 跟我相处了半年之后 还要去 因为在乎他的感受 去屏蔽他呢 我会没逼你发我的照片 我能问问题了吗 我可以 现在是你想结婚 还是你父母想 让你早点结婚 我 喜欢他吗 喜欢 你觉得 你跟他结婚适合吗 不太适合 你觉得你现在有能力 跟任何一个男人结婚吗 有 什么样的男人 你描述一下 哪怕他没有 很强的个人能力 起码来说 他能够工作上面 跟生活上面 都能够自理 工作和生活能自理 对 就是能挣钱呗 养活自己吧 最基本的 只要养活自己就行 对 你是想结婚了 还是想跟他结婚 想跟他结婚 确定吗 确定 所以结婚什么时候 我觉得他不是想 跟我结婚 他可能只是年纪到了 然后呢 从小到大 也依赖惯人了 也依靠惯了 刚好到我这边来 我也比较能够 靠得住 我觉得他就是 想找一个 合适的人结婚了 你居然知道 我以前的生活状态 以前所有人 都是围着我世界转的 我脾气也不好 但是我愿意 为你再一点一点进步 一点一点感 你以前那个 就不叫生活 那个就叫摆烂 不管我是摆烂 还是干嘛 以前我是从来 不做家务的 我现在会为你 那你以前还没人 跟酒过呢 那你现在也可以 跟酒过啊 我现在已经很少 吸烟喝酒了 我以前几乎天天 就是下了班 没事 就是上午成群的朋友 去喝酒 酒吧 那你干嘛要娶老婆呀 娶老婆 男人的责任心在哪里 单单在哪里 我问你在改变呢 你为什么总是 看不到我真的好的地方呢 你总是一味地指责 哎 生活当中就没有大事情 都是小事情 小事都做不好 能做大事吗 来 我问你啊 你想娶的是他 你确定吗 是的 他要一个很强的男人 其实在 六边形战士 做得到吗 很难 但是在生活和事业方面 我觉得我还有 很多的进步的空间 和动物 你到底做一个 全职的家庭主夫行不行 就是我全职在家里面 伺候你 那我又看不上 你看 那你觉得以他的这个条件 以你对他的了解 他做个什么工作 你就满意了 能够养活他自己的工作 好 你自己一个月多少钱够 一万来块钱吧 差不多 这都为自己 挣得回来吗 挣得回来 你现在在做什么 花板 就是给别人公司配送绿子 花板 一个月能挣一万块钱 有 这个行吗 我觉得不太行 为啥 就是这个工作也是 他父亲帮他介绍的嘛 你管呢 他爹他有能力 你管那么多 你累不累 他每天他那个工作 他就出去一两天 然后其他的 就一个月三十天 出去两天 二十八天 孩子也在家躺着 躺着躺着 他那二十八天 可以去做更多的事情啊 他不需要做更多的事情啊 人生是多样的呀 你可以一天工作十四个小时 他可能两天工作完了 他的收入就能满足他了 剩下那二十八天 他伺候你 不是挺好的吗 龚江 你怎么想不通呢 他也没伺候我啊 生活上是我 我照顾他比较多一点 就什么东西 都是我比较上心一点 这些都是在生活中 除了原则上的问题 我觉得这都是 鸡毛蒜皮的小时 对对 这个对他来说是原则 你能照顾好他吗 我觉得相处了一点 其实我们大部分 相处的时候 还是比较开心的 但是有时候 两个人脾气好 你能照顾好他吗 可以 我也感觉到你开心 但是我不开心 我是真的 我觉得很委屈 我觉得你说我 我我也 姑娘 咱今天是来散的嘛 我可是玩着命的 想帮你把这男孩拉住啊 其实我今天来真的 我就想让大家帮我去 解决一下我的心中的困惑 我也想要个答案 我不知道他心里怎么想的 好好好 答案很简单嘛 就是他有他的生活方式 你有你的生活方式嘛 你非要把你的生活方式 强加给他嘛 就出问题了嘛 我们都在一起生活嘛 什么磨合呀 对吧 你要不然你听老师们说吧 让我们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你俩这样以后 还能生活在一起吗 得打个问号啊 你们两个人啊 就是两类人 你们的人生目标和方向 完全不同 你不可否认的 是一个现代女性都追求的 优秀的独立的女生 把自己的生活 以及工作安排得紧紧有条 对自己严格要求又非常自律 说白了 你现在你自己啊 给自己提供的这种情绪价值 是他这一类男人 无法给你提供的 你压根看不上他 你现在满顶自己在干嘛呢 你不光满顶自己 你也在满顶他 你非要把你想要的这种东西 强加在他的身上 他不接受的 他的人生目标 就是轻轻松松 过好每一天 开开心心地玩游戏 姑娘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不同的 每一个人追求的人生 快乐的方向都不同 有的人可能觉得 我吃个冰激凌 我就是快乐的 但有的人觉得 我吃冰激凌太凉了 对我胃不好 那你说这两个人 你怎么能要求那个 吃冰激凌会胃疼的人 去感受到吃冰激凌的快乐呢 所以你不能用你的方式 来去要求他 你非得把他变成一个 你期待当中的那个男人 他变不成的 对于男生我想说的有一点 我觉得你在这个里面 有一个问题是 你一直可能没有说出来的 你觉得你是为爱而奔赴 对吗 你把自己躺平的生活的锅 甩给了他 就是你现在其实肚子里面 是有怨气的 我能稍微感受到一点 你现在是在跟他做对抗 你其实可以不用这么躺平的 就是因为他一直指责你 一直指责你 然后你心中有不满 就是我已经为你来到武汉了 你不买单 你还指责我 那我干脆不工作了 我干脆摆烂了 再加上你本身就可能是一个 动力不太强的人 所以造成了今天这样的局面 但是我想告诉你的是 为爱奔赴只是你人生当中的之一 你不是说你的人生只剩爱情 你也不要把锅甩给他 因为当你选择要奔赴异地的时候 你就要想明白想清楚 在那个城市除了这个女人 还有什么值得你 到过那个城市生活的 如果你连这个能力都没有的话 就不要说为爱奔赴 你连自己都照顾不好 连自己都养不活的时候 请问你拿什么爱他 老师您说的大致 我觉得都是说的对 但是有点在和他工作的期间 就是我有一点都没做好的时候 他会很大声地指责 所以我说他的 我会很抵触这种情绪 对 所以我刚才说了 我少年别人用命令 用那种态度跟我说话 对 所以我说了他的指责 让你产生抵触情绪 你可能就更加地躺平和摆烂了 其实我跟他生活在一起 我有压力的 你要想到一点 他是一个多么自律的人 其实我之前也一直在努力他 他不光对自己自律 他一定对他的伴侣也有要求 所以你如果接受不了这样的 那你就走就好了 因为你跟不上他的脚步 两条不同路上的人 何必拧巴在一起呢 太累了 女生我跟你说一个真实的情况 就如果说工作上你看得起他了 你生活上一定会看不顺眼 生活上如果照顾你好了 他有那么多心思像你一样自律地去工作吗 所以我的理解是 你完全不知道你要什么 我们现在的时代是多元的 家庭的这种婚姻关系也是多元的 你抓住你的重点矛盾 核心矛盾 你想找一个什么样的男性 为生活伴侣 你就找他 他在生活上能陪伴你 你要找一个什么样的男性 是合作的关系 你就找一个合伙人 因为搭档去工作赚钱 你都搅在一起 什么都得不到 他既在工作上做不好 他在生活上也照顾不好 男生呢 我觉得你也是摆烂得太快 一说放松躺那儿了 妈也照顾 什么大爷儿二姑 一个个都宠着你 他们能接受你摆烂放松 但是这样的女性还接受不了 她不是你的家人 她不是你家里女性的那部分角色 其实老师还是那句话 我跟她在一起 我自己会让自己心理建设有压力 我会想撑起这个家 负起这个责任 其实我内心还是比较大男子主义的 但是她有时候对我的苛刻 会让我产生很严重的抵触 没错 这就是像沙拉老师说的 你们俩就是因为不合适 如果你找到一个很强的女性 她说亲爱的 你不用那么辛苦 什么赚钱养家 你就开开心心的 你爱吃什么吃什么 爱健身健身 我赚钱 然后咱们把日子过得开开心心的 我让你给我拍菜的时候 辛苦亲爱的 你帮我拍一下 你去找一个那样的女孩子 而不是她 所以不合适 不代表你们没有曾经相爱 只是说 希望在你们浅静的过程当中 尤其女生啊 真正的知道内心需要的是什么 找到合适的伴侣 去愉快而不纠结的生活 谢谢 不合适为什么还要在一起 是因为你们双方都误读了一些信息 一些信号啊 误读了 误解了 女生啊 当她持续工作 远离家人 投奔你的时候 你是被感动的 所以你要对她有责任 我们在一起一定要 生活的好 工作好 但是我问你一个问题啊 为了你们的爱情 你可以奔赴到她所在的地方 放弃自己的工作 你可以吗 如果她能养活我的话 我可以考虑 你是不可以的 你这么一个极度缺乏安全感的人 怎么可以把自己的未来 全交给一个感情 不是那么深的人呢 你绝对不可以 那我给你解读一下 她为什么能够 抛弃到自己的工作 然后来找到你 不是因为有多爱得深 而是她得到的那些工作呀 太容易了 这是靠她的父母 靠她的朋友给介绍的 她在工作当中 一定也不那么主动 所以说很轻易地可以放弃 放弃一件东西 未必是 她觉得另外一件东西更重要 而说这件东西呀 不是很重要 无所谓 如果真是为爱来的话 她难道不了解你吗 那来了之后 难道不激进去工作吗 难道会是这种状态吗 不可能啊 她来就是觉得 那个不那么重要 随我的心到你身边 有多爱啊 她以为很爱 到了之后呢 不能够因为自己这份爱 而委屈自己 你们俩的模式相当于 你是个导师啊 你就告诉她怎么去做 你给她列出了每天的工作 学习计划 甚至连健身 多长时间都在规定了 她受不了的 她不是这么严格的 能够按着时间表去行动的人 这一点你还不了解她吗 你了解吗 我了解 因为她不会去做 那你还要这么去规定她 每次吵人家之后 每次我大发情绪之后 她还是会有所改变 但是有改变并不多 然后呢 所以那是她的本质 她是改不了的 你既不是一个好的练义 但是她又在每一次当中 又会给我一些希望 你自己给自己的希望 如果你真的能够指导她 给她列出每天的安排 难道你不知道这个学生 是怎么样的吗 她行吗 她是那块料吗 她不是啊 所以我今天就把她 到这个爱情宝贷店来了呀 我们能告诉 我能给到你的 不是一个改造的她 而是一个改变的你 你怎么可以改造这个人呢 改造本身就说明了 你看不上这个人啊 这个人不是你要的这个人 请问她 哪一点你满意了 你不啊 男生我说的对吗 你说你心里还有个 大男子主义那种状态是吧 你反抗啊 你没有啊 你采取回避的方式是抵抗啊 对不对 有有反抗过 但是 有用吗 她说的就是要想 为了我们以后将来更好 你现在出去打工啊 你能赚多少钱啊 你跟我一起好好搞这个事 我们未来会有很好的发展 请问 你相信吗 我相信 但是我 你相信 我确实有时候说不来 你是迷茫了状态对吗 好像听起来她说的都对 但为什么怎么过得那么难 你跟她在一起快乐吗 恋人在一起 你需要的不是一个导师 你来到异地追求的爱情 是你想要的吗 断然不是啊 赶紧分吧 好吗 就这样 你们两个人啊 在网上 你们两个人啊 我通常看陆琦老师的课 我也今天把我男朋友 恋到这边来 也想当着陆琦老师的面 把我们俩这个问题给解决了 我没有很多社交的时间 我的生活就是工作 工作就是生活 然后我会经常去看一下 她那个就是孙爱瑟 我是您的会员 然后我今天就是 特地把她拎过来 拎到这个节目上面 让就是能够当面 把我们俩这个问题给解决了 谢谢你啊 谢谢你啊 还是一样 该骂还是要骂的 你们两个人啊 都不明智 你会发现 你们两个人啊 特别爱插话 所有老师说话 你们都插话 就是擅长于辩解 不擅长于理解 其实你们到最后 既不理解对方 也不理解自己 姑娘 你是我孙爱社的会员 你应该知道我平时的风格 你知道我是一个很忙的人 对不对 我是个创业者 你应该知道我创业很多年了 你不是个合格的创业者 虽然你很自律 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你的整体的心理逻辑是 不平衡 从心底里面 你对这个男人所有的不满 都来自于不平衡 为什么我那么累 你赢那么些 为什么我赚钱 你在家里面闲着打游戏 就你心里面满满的全是这个 因为一开始的时候 他来到你身边 你是OK的 是满意的 是可以的 你真正的不满意来自于 我每天拼死拼活 你却在家里面刷着手机 玩着小游戏 这种不平衡感 主宰了你的整体的情绪 以至于你现在对他 有那么多那么多那么多的抱怨 那么这个时候 我要问你一个问题 一个真正的创业者 他选择家庭伴侣的时候 他是怎么选的 一个真正的创业者 在选择家庭伴侣的时候 我们会明确地和 我们的团队功能 做一个功能区隔 每一个创业者都知道 我是一个拼命拼的人 必须要有人 更多的时间花在家庭里面 所以这里面会有一个 明确的区隔 你根本没有思考这个问题 为什么 因为你 其实对他所有的一切 都来自于你的情绪 而不在于理性的思考 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你对于你男朋友的理解 是有问题的 他是自律的人 你从一开始就知道 他不是的 既然他不是 那你为什么会让他去做一件 需要自律的事 你想的还是自己 你希望有人能帮你 你希望有人可以在工作和事业上 能够跟你产生一个辅助性的东西 所以你对于自己和对于他之间 其实都是有问题 你也是一样 你女朋友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他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人 你真的理解吗 你所有做的事情 你所有讲的话 你所有说上 我付出了很多 我承认你付出了很多 但是你所有的努力都是无效的 你知道为什么 你女朋友他要求 一个男人有事业心 你这一点没做到 你所有的付出对他来说毫无意义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你是一个没有热爱的人 小伙子 你说我学了半年多时间 剪出一个视频 我妈剪一个视频都比你好 话不好听 但你自己想一想 你对他没有热爱 你既不爱自己 也没有资格 被这个姑娘爱 这就是你现在的问题嘛 所以你不需要辩解 这个事情不需要辩解 为什么 我对自己很有自知之明 我只觉得我们两个相处 我觉得快乐的时光 大于五快乐的时光就足够了 所以你听懂我刚才说的话了 你把自己封闭得太紧了 当你抵御所有人的批评的时候 你可能连一句真正的建议 都听不进去了 这就是你的不自知和不知人 就这样 好 谢谢陆琪老师 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想找陆琪老师解决问题的话 可以到微信公众号去联系她 记住啊 大家一定要说 我们是爱宝的老粉丝 陆琪老师就会给你 一份新手的礼物 你自己看吧 你清醒 你也清醒 不改变 我听老师们的意思就得分开 要改变都要调整 让我们一起进入192 就要爱真情60秒 其实今天所说的是和我们生活点点滴滴发生的事 我觉得还是生活中一些小的矛盾 在工作上你跟我说的我都能去改进进步 但是在生活上我觉得你不是说的什么都是对的 所以也希望你在某些时候多站在我的角度体谈一下我 我觉得我们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了 说没有感情也是不可能的 那在这么长长时间以来 我觉得无论是从运动性的程度还是付出方面 我都要比你多一些 其实你也是知道我的需求的 我也跟你讲过 然后你总是达不到 我今天就想知道你心里面到底怎么想 到底有没有我 还要问道理怎么想 不就几个字吗 没有这个能力吗 那还看不清楚吗 你这个 他的能力就在这儿了 这是他能力的天花板呀 陆琴老师白跟你说了 我想知道他是因为年纪大了 觉得我这个人比较合适呢 还是真的喜欢我 不是 人家喜欢你呀 怎么不喜欢 就都看到这段爱了嘛 你爱不爱他 爱 完了吗 我爱你 但是确实我这标准不达标 你愿不愿意破格 他不是不想 不是不爱呀 他就是离你要求他差嘛 就这么点嘛 还有位要问的吗 谢谢两位 请回请回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欢迎登陆优酷视频 腾讯视频 搜狐视频 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 来吧 我们做预测吧 双出吧 我觉得女生 其实不是跟这个男生较劲 她还是跟自己较劲 女出 男不出 其实女生 她完全被自己的情绪给控制住 她如果理清自己的情绪的话 她会发现这男生其实挺适合的 双出吧 来 看看他们自己怎么选择 男生应该在吧 你看 女生也该回来吧 来 让我们一起见证 幸福时刻 你要是不改的话 那我就回去 陆琪老师 最后送你学生一句话吧 有一句话叫 张持有道 要有张有实 要有紧有松 弹簧还要让他弹回来的时候 你们这些有文化的人 我就讨厌 你俗话说不就行了吗 俗话说 打一棍子给一个枣 谢谢两位请回 谢谢你们请回 请回 祝他们找到那个非常平和的一种 爱情和生活的方式 幸福开心 来 谢谢你们